在8月1日进行的中超第15轮一场焦点大战中,山东鲁能3比1逆转战胜上海深花,登上了积分榜第一的宝座。 本场比赛,塔尔德利的发挥依旧抢眼,他的一传一设堪称鲁能赢球最大功臣,不过,一直围绕在塔尔德利身边,并且为他送上致命助攻的金静道的表现也值得称道。 赛后,李肖鹏也再度回应了金静道无缘国族的话题,他暗示金静道之所以无法入选国族,主要是李皮的要求太高了。 第56分钟,鲁能前场测动攻势,薅俊敏前场偏左侧阶队右分球送出国柄斜长船,将球转移到右边路,金静道前插接应将球卸下随即起右脚船中,埋伏在小禁区中路的塔尔德利迎球头锤攻门命中,为鲁能将比分反超为2比1。 第82分钟,鲁能在前场右边路获得任意球,塔尔德利主伐船前点,金静道极时前插于越冲顶甩头攻门得手,为鲁能3比1锁定胜局。 很难想象,身高1米7的金静道会在对方禁区上演一次普深的高空轰炸,这里除了展现出他出色的跑位意识之外,还有他在门前的绝对自信,而这一点更为难得。 赛后数据显示,金静道延续了自己一贯拼命三郎的特点,他依然是鲁能队中跑动距离和高强度跑动距离最多的球员,表现勤勉的他,在本场比赛贡献了4次传中和4次抢断,这两项数据全部高居队内第一。 而在本赛季,金静道卫鲁能在中超出场15次,全部首发出场,贡献5个进球,是队内第二号得分手,仅次于打进9球的塔尔德利。 可以说,本赛季的金静道表现出的绝对是国脚级水准,遗憾的是,表现如此出色的金静道,却一直无缘入选李皮执教的国足,李皮此前宁愿给陈彬彬、皇子昌等U21小将机会。 也不给在联赛中表现出色的金静道机会,实在让人想不通。 赛后,鲁能主帅李肖鹏也再度回应了金静道无缘国足的话题,他表示,金静道金国家队还需要努力,因为李皮的眼光更高,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金静道无缘国足的原因。 现在的金静道确实努力,在我们看来也确实出色,不过他距离李皮对他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。 不过,吃金字总会发光,只要他能够持续这样高光的表现,未来即便不能入选国足,他也依然是鲁能队中无可挑剔的金不换,为你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